我们先介绍比赛情况 现在双方是许昕 今天打第一第四 就是主队的一号主力 延安是打的二号主力 所以今天根据出场情况 延安只打一个单打 然后打一个双打 许昕是打两个单打 就是第一盘和第四盘 马龙也打两个单打 他是在第二盘和第四盘 所以山东卫桥就是马龙延安临高远 主要这三元战将 目前他们是排在第一位 就是五战五胜 拧一板 一比二 你觉得延安这个拧 比樊振东那个拧 有什么不一样 延安的拧还是以旋转为主 像樊振东的拧 它以速度力量快 它是威胁性要高 而且它命中率相当高 因为它发力的 樊振东发力 还是命中率比较高的 而且质量非常高 像延安这种就是说的 可能下意识要以稳定性为主 还是质量没那么高 还是 漂亮 漂亮 第三 现在就看延安的正手的这个命中率和威胁性大不大 它如果正手威胁性和命中率高的话 这球还是有了 我看得到的 三 延安是来自北京的运动员 他的父亲是北京乒乓球队的教练 许熙是徐州人 从小到了上海 在曹燕华乒乓球学校成长起来 许熙有一个情况 大家可能有些人 外边人可能没有发现 许熙的底板 比别人的虎口要大很多 他手非常大 虎口小 他抓不住 那这个拍子也特制了 它那史迪卡 它就是特制给它的 那你的半就比较粗 对 对 是吧 虎口特别大 逆旋转 四 你看它这个延安繁重领 虽然速度力量不快 但是它的这种弧线 还有它的旋转 就是节奏上的变化 现在四比四 半高抛发球 五 一四 大家可以看到 横板的优点 就是两面比较均横 纸板的反手 现在通过这个纸板横打以后 有一些弥补 但是总体感觉 还是比横板的反手要弱 所以他们要更多的利用侧身 用正手来弥补反手的不足 这个纸板反手拧 是个新的技术 反手静太拧 像许熙这个 纸板反手拧 连纸板一般都是控制球为主 还是 上海也是中国乒乓球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 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在日本 乒乓球是从日本传到中国 那么当时首先就传到了上海 而且上海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包括这个终身名誉主席 国际平面的徐欣生 包括当时的美男子李富荣 很多的运动员都出自上海 包括后面的 现在曹彦华 他现在也搞了曹彦华乒乓球俱乐部 那么曹彦华乒乓球学校也是许新 培养许新的地方 另外现在打这个红双喜的乒乓球 这都是来自上海 漂亮 好球 压反手 反手围三板以后围个斜线 这个球对直板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 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 马尔德内尔打刘国梁的时候 说找到了制服中国选手的办法 其实指的就是压反手 然后当你侧身正手进攻以后 然后再压你的正手 这是王立琴 两边的教练也都是大名鼎鼎 一边就是山东卫桥 是尹肖教练 尹肖教练当时 那个时候好像带过刘国梁吧 最早的时候 对 尹肖德意门生 像孔立辉 刘国梁 包括刘国正 现在南二队的主教练 都是他的小组的德意门生 没错 而且王立琴过去是二王一马 退役后 在这个上海体局当了领导 同时仍然做教练工作 七比九 因为演员知道这个除了教技术 还要教它这个非常成功的 还有教怎么处理一些 球路上的技术上的思路 非常成功这个整个的思路 八比九 这是尹肖教练 对 演员知道 因为打球有些时候 不光是打技术 有时候还要打人 是的 十比八 这个球就犹豫了 如果许昕他感觉好就好 如果许昕去注这个球 肯定是调 他对这个球的感觉就非常好 延安这个腿脚下就没有伤去 他手上就控制不住 他光耗手去够就不太好 没错 局点 十比八 十比九 这球打的难度也比较高 严安这球差点拉漏 拉板边了 高调 这种感觉 这种手上的感觉 就是要比正常的运动员 可能就是要轻一点 细腻一些 没错 刚才是虽然说从下边 大家看 拉高调弧拳 但是他这个弧拳球 拉的弧线非常低 这个难度很大 你看曲心的重心们 他的胯 他那边拉的都下蹲下去了 就所有的身体力量 都集中在球的那种力量上 我们今天这个比赛 是上海队的主场 来迎战山东卫桥队 我们刚才介绍了 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比赛里面 一共是十八轮 也就是十个队 十个队 一个队和另外九个队 都照一次面 然后再照一次面 这叫双循环 那么一次面照的时候 是客队 客场 你是在对方主场 一次是在自己主场 这里形成了主客场制 这种也是中国平凡球 俱乐部超级联赛中的 一个改革 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主客场制 可以带动当地的人们 有地域性的这种感觉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布置 包括中场的一些活动 包括整个的颜色的规范 都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 应该说中国乒乓球 整个的现在毕竟 这个基础 还有各方面的培养 都是还是在中国 那时候我们的运动员 包括瑞伍 也到国外去打过球 是吧 打过俱乐部 你看现在都是外国运动员 到我们这来打 对 包括现在的韩国选手 郑荣直 也是打我们超级联赛 很多都是 就是不要钱过来打我们超级联赛 中国超级联赛 都是为了锻炼 没错 因为平时想和中国的这些高手 过招很难 就现在的这个乒乓球 改为大球以后呢 就是说明显的这个球数啊 还有旋转啊 要下降很多 再加上胶水 不像以前过去的胶水 是这个有毒膨胀胶水 现在都是白胶 白胶 所以 冲力小了 冲力小了 旋转小了 二 一 那就要求选手的这个力量更大 对 力量 身体素质更好 对 对 对 你现在国家队的这个不光训练技术 像体能训练 这些都非常加强 加强 一 一三 你看许昕那板板了没有 户口 他手大 一 一四 日伍现在很多这个业余选手啊 都要求说 我要用马龙的板 我要用张继科的板 这个是不是不太合理 就是这个问题呢 是说到这个问题上了 有很多这个 好多喜爱乒乓球的 这个 问我 他说的 我适合打什么样的海绵 打什么样的板 我说首先 你要给自己一个技术定位 然后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很多很多的这样 底板海绵 找一个你最适合 感觉你最舒服的 就是你想要的 不要认为就是说去追 他说我喜欢张继科 或我喜欢马龙 或者喜欢延安 我就要用许昕什么 我就要用他的板 其实不是这样 要因应而异 没错 就换句话说 马龙的板 他呢 技术到那程度 所以他速度快 力量大 人家能掌握 你反而你掌握不了 对 是吧 你开始应该用一些 初级一点的 自己好控制 对 你像马龙 他们这些主力 包括下边一些 职业运动员 他们也是 不断地试球板 不断地试海绵 找自己适合的 一种器材 所以这个业余选手 一定要注意这一些 四与五 今天根据 双方的排阵来看 上海中兴队 有许昕 有上坤 有赵子豪 山东卫桥队 有马龙 有延安 有林高远 所以关键呢 就是看马龙和许昕 这是第一个焦点 就是他们两个 谁能拿两分 那看来前边 各拿一分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但是到后边 就是到第四盘的时候 许昕和马龙 究竟谁能取胜 如果许昕取胜 那就许昕拿了两分 另外一分 可能就容易凑 所以到第四盘呢 许昕和马龙这场比赛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第四 这局对延安来说 非常关键 5比7 我觉得他们俩的 这个兴奋程度还是不够 我个人的理解 现在投入的 还是兴奋点还是不够 许昕和延安 延安现在这个技术来说呢 许昕发射中短的 还是延安想办法 第一板能拧起来 这个威胁性是相当大的 我看了好多球 第一板的拧拉是相当关键的 如果要摆短的话 它第一没有许昕的感觉好 控制能力强 所以要打成相持 还上风一点 你看一摆就完 这个已经是第四个球了 从第一局后边的球 处理上一摆就好了 一摆就好了 这个一定要给它 强行地解决掉 对 刚才谭任我讲的 这个就是从战略上 你要想到 就是你的优点 许昕的扬长臂短 就是前三板 尽量少相持 相持也是主动相持 而延安就尽量打相持 尽量避免前三板 这就是定位 首先头脑要很清晰 那我们业余拳手比赛也是一样 首先我的长处在哪 我的短处在哪 要扬长必短 漂亮 其实延安的技术呢 还是比较先进的 还是威业性相当大的 尤其它正防守 但是它的命中率 可能没那么高 这就是这个樊顿东 它的命中率质量高 它的命中率也高 其实命中率高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功夫深啊 对吧 它稳定性强 所以命中率就高 现在呢 山东卫桥 我们刚才也介绍了 这个队呢 虽然说 是一支新兴的队伍 但是目前 在五战五胜 排在第一位 他们的教练员是尹肖 然后运动员有马龙 有延安 有林高远 还有一个薛飞 他这个俱乐部的董事长 叫杨从森 上海中兴 乒乓球俱乐部 它的董事长呢 是徐孙庆 然后呢 教练员有两个 除了王立琴以外 还有一个运动员 兼教练员 就是张杨 另外运动员呢 就是许新 上坤 赵紫豪 还有韩国选手 郑隆直 你看郑隆直 在韩国 这是这么优秀的一年 到中国 他有时上不了场 你看今天就没有 拍他上场 对 今天就是很 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 拍他上场 有可能这个 对手 也比较 差不多 这个对手 可能就是认为 他上去 可能就教练 有教练的考虑 团队有团队的考虑 没错 再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虽然水平高 你到中国想赢球很难 包括布尔也有 这样的感叹 说我打中国平朝联赛 有的不知名的选手 可能上来赢都很困难 这就是中国乒乓球的 厉害的地方 他不是一两个明星 可以说进国家队的 都水平相当的高 你像这个乒乓 中国男队一队 后边的十位 年轻选手一队 你组 再组一个队 打世界比赛都能打 那当然 有点像美国NBA那个意思 对 出几个队都能打 签字名 严安的球还是比较快 对 违约性还是大 离台比较近 基本上都是上升点 出手也比较快 但是他好像力量不大 是吧 出手的突然性要强一些 还是实力强一些 他现在就是主要是正手 正手的刚才我说的 只要是命中率高 他正手的威胁性相当大 因为他正手拉球非常甩 给人的突然性的感觉 就判断力下降 对 就是像这球 就是失误率太高 所以在高水平均里面 超一流的选手的一个特点 就是无畏失误要少 命中率要高 另外一个要有独到的支处 你像许欣 他正手这个拉球 就典型的是自己的一个 特别出突的优点 1比4 今天双方的第二盘比赛 就是马龙和尚坤 马龙是第一主力 尚坤是上海中兴的第二主力 现在许欣是第一主力 山东卫桥的延安是第二主力 来 4 1 2 延安这个相持中间 还是得压反手 调正手 还是以这个技战术为主 行成相持 尽快地行成上悬 不能以控制球为主 没错 加油 继续 糟了 千万不能想控制 一定要赶上手 直接拧拉 或者劈藏这种球技战术 有些越虚 反而质量越下降 得分率越低 这就是由于许欣发球抢冲 得手 那怎么破坏他的发球抢冲 就是你首先上手 就把球调起来 这样就好一点 像这种球 但即使这种球 许欣也会直接抢 这就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大家就互相猜测 像你发上选我调你 但是许欣也知道 我知道你调我 其实我在等着你 所以就双方要算计这个乒乓球 这个技战术 三比六 好球 漂亮 出来了 机会出来了 这个球应该说许欣啊 已经面对很大难度 你看反手连着拉了几个 然后反手回来以后 你看一个高球 紧接着又一个反拉 这个难度非常高 但是延安的这个落点打得也好 两个人的攻防转换 也相当重要现在 虽然这球拧丢了 但是他的意识是好的 谭仁 我很多人问 说为什么球发到正手位 用反手去拧啊 是什么原因 他为什么到正手 应该用正手调 为什么要用反手去拧 因为这种球最先进的 形成相词呢 就是按职业运动员来说 这种拧拉呢 下一般 一个好衔接 一个好衔接 再一个一拧拉的时候 对方的球的质量会下降 像过去的技战术 都是白短 皮长 要不轻挑一下 那你这样呢 因为现在球变大了 球变大了 你这样球过去会速度下降 旋转本身就没有了 不像球 以前小球的时候速度快 你白短 皮长 挑的时候 都威胁性要大一些 第二把衔接的时候 可能就会好一些进攻 现在球大了 你就不太好衔接 没错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球到了正手以后 用反手去拧拉 其实这个反手和正手 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反手位的时候 它这个肘部 它形成了一个支点 所以它有个杠杆的作用 这也是一个问题 刚才谭任武向大家介绍 就是目前球大了以后 确实必须要更积极 更主动 否则的话 你搓也好 什么也好 这个可能就更被动 这是因为胶皮海绵 都用了这个无极胶水 就是水质胶水 弹性小了 反而呢 球呢 大了 速度和旋转都下降了 所以由此带来的 这个打法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现在很多业余选手 他有时候经常会受伤 为什么 他球变大了 以前用五分力 现在必须利用七分力 才能从上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重 除了乒乓球的锻炼 还要注重这个身体的 体能肌肉的锻炼 这个非常关键 这也是规则的改变 球的改变 造成了这么一种情况 要不断 对乒乓球要有不断的 新的思路 6比10 7比10 中国平方学队 一直发扬这种 优良的传统 这个群测群力 包括这种创新 所以才能一直在领先的 世界领先地位 没错 现在连扳回两分 都是发球以后的潜攻 现在许昕有两个发球 两个局点 这是第三局 现在中国平方队 男女队现在越来越帅 越来越漂亮 非常阳光 很多现在这个乒乓球的粉丝 是越来越喜欢了 从围义转到乒乓球了 明白 拧拉反拉 漂亮 这又是抓了一板 这样许昕在第三局里边 又取得了胜利 目前是2比1 暂时领先 现在您看到的是 2016年中国平方球 俱乐部超级联赛 上海中兴队主场 迎战山东卫桥的比赛 现在是双方的第一盘 就是由第一主力 上海中兴的许昕 对第二主力 山东卫桥的延安 现在许昕在前面的三局 是2比1领先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前国手 也是现在聚赛杯 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 谭瑞伍 谭瑞伍你看这个 现在你们搞这个聚赛杯 主要的这个 实际我看就是 主要业余的这个高手之间 和像这个一些 曾有国手经历的人调了 对 这主要是我们能给大家一个建立这么 这个业余选选 这样一个好的 展现自己的舞台 能够专业的一些 有一些真正的互动 真正的接触 能展现他们自己想 平时展现不出来 自己想要的个性 这个激情 来发挥一些正能量 那么我们要举办这种比赛的同时 也会通过这个方面 我们会举办一些真正让大家想得到的一些真正的快乐娱乐的平方 没错 那就是说业余选手中的高手就有机会亮相 对 是吧 那么国家队的有希望的一些球星也可以亮相 对 其实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普及 对 在这个通过很多人锻炼身体 那么这些业余选手里打得好的 就可以去挑战展示自我 对 我们也希望像谭日武这样的运动员 过去在国家队打世界锦标赛世界奥运会 然后又回来推动乒乓球的基础的发展 对 就是我们聚赛 聚赛这个把大家就聚起来 一起比赛这样一个 就起这样一个名称 这是聚赛的意思是吧 对 对 你看掌声献给纸板宝宝赵子豪 你看那雕鱼 所以这个纸板也是我们现在要推崇的 因为纸板太少了 现在马林和王浩退了以后 就许新一个了在一线里头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纸板运动员 其实纸板不好出来 但是有志向的一些教练 我觉得还是要培养纸板 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的符号 同时物以稀为贵 因为你纸板少了 大家都不适应 你就容易拿好成绩 好像发生了一些 好像真是我没太注意 好像是不是插边还是没插边 还是怎么 我没太注意这一球 但是今天的主裁判 是国际裁判蔡小波先生 可能一不小心一个误判 这就是一个乒乓职业的这种精神 这个延安知道以后 也不能改变裁判的那种判法 自己就揭发只有一个失误 故意失误 对对对 就表示我送给你 对对对 就刚才那个判法我也是认同的 这种现在对乒乓球 现在运动员来讲 这种职业道德 这种职业精神就非常好 因为他们现在 我们运动员现在比较注重教育 现在不像过去光打 乒乓球就光训练光打球 现在就我们教学和训练结合 没错 我记得在有一次大赛中 这个瓦尔德纳 就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就有个插边 后来瓦尔德纳和对方 都认为是插边了 但是那个裁判员说没插 那这样呢 在第二个球的时候 瓦尔德纳就故意 把球打到往下 就是这个球 这个插边了 裁判认为没插 那么我也觉得插边了 你也觉得插边了 那么好 你那分 你输了 我让你一分回来 这样呢 就保持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对对 这也是一种想法 你看金主说特别漂亮 就是你反手拧拉 拧拉 拧对方争取拧拉 取新的反手的小三角位 但是小三角可能就是 失误率比较大 也太独 就尽量往那边拉 加上迷中率 就是压住反手 形成自己侧身 发挥自己的正手的优势 没错 这是落点的力量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 落点是很重要的 高水平 就是落点意识强 每一个球 都打到你难受的位置 这就是高手 业余选手往往能有50% 可能有目的地去打你反手 打你中路 打你正手 但是另外50% 可能就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 就打过去就行了 这就是落点意识 并不是特别强 好的 延安这正手的威胁性 还是比较大的 他只要命中率高就可以 另外这延安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压左 压右 压左掉右的这种意识也很强 是吧 他只要把许欣弄到反手去 对 往那脚上一推紧接着就来这边 对 许欣这是他的一个高手 很多这种球 都是看起来非常被动 球已经快着地了 然后从底下兜上来 但是这个兜的时候 有的转有的不转 但是弧线都比较低 这个球一般平时训练中 也很少遇到 所以可能大部分人不适应 你看延安已经两个这个球了 自己丢了 自己丢了 这种球就盲目地搏纱 所以 所以大家业余选手 还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说 当双方质量高的时候 旋转上的变化的时候 千万不能发挥 这个心理上的一种 软弱的一种产生 一定要是更加胆大 就是抵消对方的旋转 比如说对方的旋转 达到50%或者60%的 到你板子上 一定要是自己出手 能达到70% 80% 旋转 你出手的旋转越强 越能抵消它的旋转 你过去的球 反而命中率会越高 大家可以到时候 慢慢体会一下 没错 你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碰球 就过去碰不行 对 必须要用一点力 对 把它抵消了 对 一定要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训练的时候 不要害怕输 就是让大家旋转 给你越强越好 你就是找这种感觉 在你比赛当中 你才有自信 没错 这也是 就是在比赛过程中 刚才谭人吴讲的意思 就是你出手的时候 养成一种用力的习惯 主动用力 对 不要去碰 对 一碰它的旋转就起作用了 对 如果你主动用力的 把它旋转抵消了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是 多体会体会 大家用六成的力 你们一定要用七成 或者八成 抵消它的旋转 这样的时候过去 对 你才有质量 才有危险 而且还是稳 还准 明白 好的 现在他俩有点 好像跟传统有点反了 你一般纸板的话 都是进台 打上升点 赢钱 是吧 现在是横板 延安始终在前面 离台都很近 往前压 许欣反而退到后边 拉球 拉下降点 所以许欣是很特殊的 就是他这种纸板打法 跟过去的纸板打法 有显著的不同 而且延安也知道 形成相折 形成对拉以后 球的质量 肯定是不如延安 也会输的 这种球 拉开阵式以后 形成对拉 许欣的正手 确实在国家队 也数一数二了 这个 5比8 漂亮 漂亮 这个动作呢 有一个假动作 就是好像是像反手 突然手腕一拧 这个在羽毛球里 叫动作的一致性 在乒乓球里 叫假动作 实际也是一回事 所以从小的时候 也养成这个习惯 在出手的时候 就是球老实 老实就是什么呢 就一打 你就知道你往哪去 就在出手 一瞬间的时候 要有个变化 这样的话呢 对方就不容易掌握你 你看 许欣又侧针了 看许欣的感觉 这就是防守反击 对 那这个能力很重要 就攻防转换 所以真正打球呢 其实大家感觉一下 真正的打球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三点 一个是手 一个是心 一个是思想 手是对球的一种追求的技术 那你的心理呢 就是你的抗压能力 你的思想 就是计战术的思路 这三点你要是能做到的话 那你的这个打球的 真正的 你这种兴奋 这种快乐 这种娱乐 你才能感觉到 明白 就是脑子在转 有战术意识 手上和脚上 要配合找到 击球的位置 心里呢 又处于一种兴奋状态 同时还不害怕 对 你说真正大赛的时候 好多运动员都是 其实技术 这几个国家队的 前几个阻力 其实技术都差不多 没错 主要是犀利和思想 就犀利的承受力 和思想的清晰度 即战术 我就是这样 没错 现在许欣 7比10落后 发球失误 很可惜 这样的双方 就打成了2比2 比赛呢 是采取5局3胜制 你像你延安这个球 基本上没有往后退 但是进台呢 他知道这一块 像小机关枪的 888很突然 每个球 许欣老想拉开阵时 老想拉开阵时 跟他形成相识 那延安就不跟他形成相识 没错 能尽快地 能行得掉右压左 这种局面 能这样 这样球的质量 就是下降 他在转攻 延安正手在转攻 可能是这样一种激战术 对 瑞伍你看现在马上呢 就是中国平方球超级联赛的一个新规定 这几年就是到了第五局的时候打7分 那你觉得这个特点 根据这个特点要做哪些改变 这个我相信他们创立这样的一个规定来说 是针对一些运动员 真正尤其年轻运动员和主力队员 经过这样的一个锻炼 是通过这样一个锻炼来体会以后大赛 能提前有个感觉 有个经历 关键球 关键球的处理 所以好多有的时候 我们大赛之前 以前的国家队封闭训练的时候 经常有一种八平七平一些比赛 双方的玩周围制造一些气氛 敲锣打鼓 放一些录音 放一些录音 就让你感觉到这种气氛 尽量 就是国家队尽量给你创造这样 对队员创造这样的平台给大家 明白 所以七分他一上来 只要一领先就不好打 所以决胜局关键是抢开局 要想抢开局抢好 那就要技术要细腻 胆子还要大 白短反拉 侧身抢拉 零一 许熙 加油 你看许熙这个动作非常连贯 对 衔接性快 个子那么大 但是正手反手 侧身他这个动作非常连贯 他这种球都是下意识地去做 其实都是感觉到了提前 做好准备了 看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反手切的这种攻方角弯 他手上的感觉确实好 你看这个 其实是十分被动的一个球 但是翻过来 过去以后紧接着正手一侧身 就缓过来了 就变被动为主动 就这一板球 这样开局很有力 对方发球自己得两分 然后接着自己两个发球 如果原来接发球挑不起来的话 你看 挑起来也没用 是吧 挑起来也是挨打 这种球它拧拉的 就是这种质量就下降 你看又高又慢 如果它这种拧的 要是慢的也没有关系 但是弧线低 球短 这种球也不太好反拉 这种拧拉的球太高了 明白 这就是这个规则 打七分制的 给大家创造这样一种环境 给运动员 一下紧张了 一下紧张了 手上的质量就是心态 我就说的思想心态和技术 产生变化 没错 3比0 1 3 3 1 压到反手 所以延安只要是 压住许欣的反手 让他侧不了身 这时候主动性就非常强了 到正手了 然后再回到反手 这时候许欣只能用反手 再压反手 这时候要求延安的 每个球的衔接 也一定要是快 因为延安打球 还是有点打一板 是一板的感觉 衔接性感觉 还是没许欣的 要衔接连贯 今天延安 延安发挥的 延安发挥的还是比较正常的 相比之下你觉得 是不是都发挥出八分球来了 如果十分的话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已经都发挥出来了 八分的八分 他精神状态的投入 可能现在是感觉 刚刚技术状态给我的感觉 就前面还是缺乏点 那种兴奋度 对对对 那种激情的感觉 因为虽然说18轮比赛 现在打到第六轮 但是每一轮 都对他们最后 能不能成为夺冠的组 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而两个队的第一盘 又显得非常重要 2比3 前头两板特别漂亮 后头这一板 应该也是应该有的 其实好像难度也并不是太大 大家看就是侧身这一板 实际上它的长处 但这个球也不太规则 这球不限低 但许昕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已经测身了再等他呢 这质量 一直没想到 球下一次 延安够了一下 这就弧线低 往下坠了 所以不太好调节 漂亮 漂亮 就是锁直线很关键 对延安来说 是的 他这球只要你拉上了 锁直线能算到了 基本上这球就是很主动 没错 又一个锁直线 所谓锁直线 就是把这条路线给它卡住 对 延安通过这条直线 就给许昕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他就不敢侧身一板 或者侧身的时候有顾虑 你看许昕发球就产生变化 想发个反手了 直到延安发正手过来拧 这就被动了 许昕这个发球开始变化了 有可能发长的 漂亮 你看这种球 刚才许昕打得很 可以说是想法也很到位 许昕因为这个球知道 我发球短 他说你过来拧 发反手刚才插网 你又知道了 发个半出台 行程你掉拉 我已经提前算好了 计战术 车身等着 这球 没错 刚才这个摆短 稍微摆得长了一点 所以这就是细腻的程度 你要细活细的话 要像马林 可能这个球就出不了台 先到七为胜 锁直 漂亮 这时候你真的想不到谁能赢 因为许昕这个正手的威胁非常大 对 看起来他已经侧开身了 你可以锁直线 问题你接得到接不到 锁得住锁不住 这是个技术问题了 5比5 运气 运气 插网 插边 球主任务 延安这球已经非常好 对 非常好 延安这球已经打的是质量 可以说95% 但是没想到许昕 把球弄回来 这就是许昕的一个特点 所以有的时候偶尔救回来一个球 不要简单地看这个球 这是一个人的能力所采 这就是乒乓球的奥妙 往往就是说都是很多 有时候出乎意料的球 6比5 完了 你让一搓蛋糕 这样许昕的关键时刻 最后以7比5战胜了延安 也为上海中心队拿到了宝贵的第一盘 现在上海中心队 准备 独播 desta